目前国拼主力队员依旧在往南的威海、南海乒乓球训练基地进行隔离 距离隔离结束还有一周左右的时间 此期间也是队员们难得休息放松的时间 像陈梦在隔离期间做起了大保养 皮肤护理得非常白皙 不过国拼队伍中 有几名主力队员并没有随中国乒乓球队参加试拼赛和年终的WTT世界杯总决赛 分别是马龙、许昕和刘诗文 其中刘诗文更是据传被刘国梁亲自邀请 转成国拼教练 不过此消息还有待确认 毕竟目前官方还没有公布 而马龙和许昕在近期则是随中国奥运会代表团 前往香港和澳门参加一系列活动 根据最新消息 马龙和许昕目前在澳门出席了WTT澳门赛的相关活动 这项赛事举办的时间是在2022年1月19日至1月23日 如果马龙和许昕确定参加的话 算得上是在今年10月份拼超联赛 三个月之后重返赛场 这对于外界喜爱和关心马龙和许昕的球迷来说 确实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 根据国际拼联之前的安排 2022年1月份有德国杜塞尔多夫赛 此外还有中国的WTT武汉站和澳门站两站赛事 由于国拼主力队员在本月末才结束隔离 大概率不会再次前往德国参加杜塞尔多夫赛事 另外这项赛事的级别也并不高 国拼队伍没有必要心师动众往前万里之外的德国参赛 而WTT武汉站的赛事目前并没有得到官宣 赛事宣传也没有展开 不像目前的WTT澳门赛在开赛前一个月就进行预热了 所以WTT武汉站赛事能否举办是一个未知数 回首2021年 国际拼弹赛事非常紧密 尤其是下半年 奥运会、全运会、士拼赛和世界杯总决赛 这也让喜爱乒乓球的球迷们大呼过瘾 中国乒乓球队也是在2011年取得了辉煌的战绩 在即将到来的2022年 没有2021年的大赛多 重要的赛事莫过于士拼赛团体赛 还有亚运会的比赛 所以运动员参赛的紧凑程度明显没有今年这么紧张 球迷最为关心的莫过于士国拼的绝队和新马龙的情况了 由于接连退出今年的士拼赛和世界杯总决赛 让外界对于马龙退役的话题再度甚消沉上 不过根据目前马龙自己公开的态度来看 短期内马龙是不会选择退役的 这就让喜爱马龙的球迷对于2022年有了更多的期待 目前马龙在乒乓球领域的成就无与伦比 是目前国际拼坛的第一人毫不为过 双圈大满贯获得者 手握26个世界冠军头衔 这个荣誉前无古人并且短时间也不会有来者 如今马龙确认出战2022年1月份的WTT澳门赛 那么国拼队伍应该都会选择参加的 以此来开启2022年一整年的序幕 在2021年的WTT澳门赛上 马龙获得了最终的男单冠军 所以2022年的WTT澳门赛 马龙能否实现未免 非常值得外界期待 正像之前刘国梁说过的一样 马龙的比赛确实是看一场少一场了